很夸张的一个高度啊 他可以体验一个田园生活 我也要朗诵一首故事叫你跳下去啊 兄弟啊 想要在马来西亚找一个房子住别墅为主啦 我在新加坡奋斗了7年 可是不想买那种普通的 我想要买接近大自然的 最重要的重点是别墅的感觉 不要靠近市区的感觉 可是我又要住在市区 不要靠近市区的感觉 可是又要住在市区 这样子的话他要 我这里咯 10分钟到DOS link 10分钟给你进新加坡 啊就是这里了 那个顾客跟我讲他 他想偶尔来这边度假一下 我想要很久 160万的预算局 三层楼这边蛮适合他的 是不是看到他的方向普普通通 可是他客厅的方向很高级 有分为Garden link 还有Link house 还有分为SemiD link 都是三层楼的 每一间给你带来的体验 都是不一样 所以接下我们看SemiD先 吴 像像像 晶仁圆时代啊 他周围的环境没有地方可以闲 欢迎你们来到楼佛区 伊施干达 市外桃园 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僧著 这里的话可以体验一个田园生活 这里只有92间单位都是三层楼 左边这间是花园式连排 其实它价钱可以买半独立了 可是它的三层比别人的半独立还大 这里最大款的就是这间啦 半独立 知道你们一定会骂我 怎么只有两层的 很尽先brother 因为他把客厅坐在楼下 因为你跟我讲你要买别墅吗 我介绍个跟普通的一样我就很不低道了 前住在甘凤的时候都是没有门的 随着犯罪率的上升 大家都坐了篱笆门 导致邻居之间的互动减少了 看房兄弟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加强了保安措施 这样子还要门来做什么呢 没有啦 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啦 是这个发展商伟大 半独立跟其他款式的差别是旁边有的 你的眼睛往下看 这里占了10%的田园生活啊 10%罢了啊 等下90%让你叹为观尺 一进来有一个powder room给你洗手洗脚 这层给你带来的感觉是 给那种行动不变的人 不适合爬楼梯的人住 比如讲你的长辈啊 uncle auntie 所以这里有一个房间 有一个厕所 那边 有一个powder room 还有一个女用房 只能是可以放一个单人房 就serve你的长辈咯 长辈房的风景 还不是最惊喜的 等下我带你看 整个半独立最惊喜的 是楼下 有品味的朋友看过来 有格调的人看过来 有钱的人看过来 欢迎来到你的客厅 我知道你一走下来的体验就是 楼佛星山还有那么美的客厅吗 它这一层楼的用途啊 给你享受吃饭煮饭还有看电视 其实前面必须加享受 豪华的地方 你哪里可能会想要受 天花板我估算 有三个180的身高 我看姚明都会觉得很高啊 当你不想看电视追剧的时候 可以望向外面的景观 仿佛你的level已经来到了 金字塔顶端 才发现财务自由 与世无真的感觉 是那么的简单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开窗 去到桃园生活了 窗口它的隔音效果特别的好 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很吵闹 繁琐让他在外面冷静一下 当你买了这里以后 不只看去外面不再是停车场 这大自然的花草树木 当年桃园明写了一首田园诗 不以为我也要朗诵一首 买房卖房不容易 买了还要给STEM丢地 看房时都不中意 直到你遇见了看房兄弟 它会祝你老婆青春美丽 长得像杨幂 这里180啊 比如讲我六车啦 这里有638差不多20厂的高度 很夸张的一个高度啊 所以平常你们看到的客厅是怎样 看出去外面 就是你的停车位是不是很显 看就好这里 面向泳池 不是泳池 面向自己的一个花园 就大家都可以学学用 一个curve做好一个landscape 主要是让你客厅完了 你看外面很美的风景 不用再看它罢了 看的是花花草草 大自然 这个叫鸡蛋花 带你去看它的饭厅跟厨房 有品味的人旁边吃饭都是有花园给你看风景的 因为现在的人一边吃饭都是玩手机的 这里会让你放松下来 担心的吃饭 才发现你妈妈为你准备的食物 你外面吃好吃多了 不要吝啬你的夸奖 看厨房是给你洗手切菜跟烘焙用的 如果你用干厨房来炒菜煎蛋 跟你保证你会被你的妈妈骂 温柔一点她会跟你说 请问你的四厨房是哪来白美的吗 哎呦啦我开玩笑 难得你下厨为她做一个晚餐 背心都来不及哦 吃上只有妈妈好啊 但是给你洗衣的地方 有风景的地方 她都给你玻璃床 我要另外注明啊 这里用的每个配件 都是以实用耐用为主的 以免你住进来的时候 这个坏那个坏 影响到你的心情 我们煮完饭过后 可以在外面赏月 根据专家统计 大自然可以解决掉你内心的焦虑 暂时放松你的精力 然后再慢慢的回忆 讲着买房 不要忘了看房兄弟 这个专家就是看房兄弟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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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园啊 我发现没有那种车名声 这样有的地方这样有车进过 呦呦呦 好像在花园受罪这样 这里呢是非常的安静 会发出声音给你的 是风吹水流 还有鸟的叫声啊 我们来到了第三楼啦 这一层楼有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 不要是给你睡懒觉用的 哇 它的天花板真的是很高 走在木制地板的感觉 让我觉得它每个物质的细节 都做到很好 可以体验到你家里 就是度假物的感觉 你要出国去旅行的时候 因为特别想家 因为很多hotel都没有这里的风景 好啊 五人房的空间是可以摆完所有的架式 还可以摆电视 所以我认为它的宽度是刚刚好的 它比较让我惊喜的地方啊 是它冲凉的浴室还有阳台 绝对符合那两个字 享受 现在的老夫老妻都很少打情骂俏的 地方就有你们的恶人世界啦 久而久之没有了感觉 慢慢的移情别恋 最近很出名的马来西亚夫妇 你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瓜 包括一遍遍 它的视频就几百万个人看 然后很多人没有发现 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的孩子 其实他们是无辜的 不要那么多负能量了 你负能量很多的时候 你站在你的阳台 不是叫你跳下去啊 在阳台你就有一个冥想的时间 你就会想到很多解决问题的方案 才发现问题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没有看过有个人说 可以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算是问题 你如果我买物质的问题 可以用钱解决的 没有啦 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只需要你们关注一下 分享一下就行了 这里半独立每一间的风景的角度 都是不一样的 没有说哪个风景是最好的 只有哪一间是最适合你的 目的是为了让这里的居民感受一下田园生活 由于我们发现时间有一点紧急 另外两种款式就来不及拍摄了 什么疑问可以WhatsApp我的电话号码联系我们 交个朋友也好 ci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